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這裡是我們的倉庫 對啊 這是我們的倉庫 放老車 為什麼要放在這 我剛剛放外面 我捨不得讓它風吹日曬雨淋 然後一進來 放在這裡營養一下 營養中比路後更好 比如說我們303 我們5門的CAMOLED 都放在這裡 因為這裡最少 不會像我們那邊的倉庫 風吹日曬有沒有 你的車在那裡 我這裡在那裡 S1 MX5 MX5 還有我們之前收的公立車也是放那邊 你的車哪裡在這裡 你的車不是老車 我不是老車 我會這麼注意 沒有其實我車真的沒有什麼在開 我已經放好久了 你看一陣灰了 有沒有 你這樣放到不錯 可以啦還有電 我當時電池換新的 其實我真的沒什麼在開 你不開喔 對啊 不開就有開啊 可是借你開 搞不好更容易壞 我看一下會發動號 我好久沒發了 可以啦 我已經買一年了 我里程數增加大概五六千而已 不然這樣我拍個心得好了啦 好不好 拍我開這個431年的心得 什麼心得你又沒在開 好歹我也持有一年我有開過它 它是一台真的是一台 我覺得很不錯的一台車啦 其實它真的很省欸 基本加油這樣而已 我買是五萬六 欸 沒有 我買 欸我買的是不是六萬五啦 六萬五 現在跑七萬二 這樣大概就是 七千 七千公里左右啦 把它開回去洗一洗好了啦 看起來這麼黑黑也捨不得 你已經洗好了 對啊 洗好了 要打蠟 不然就擦乾而已啊 給你個好東西 什麼東西 唉唷 老朋友的空隆 這個比較簡單的 在私上 乾上都可以 汽車的表面 鍍鉻 木頭都可以上 之前講的摩車其實也都可以上 我們等一下呢 請一下我們的恐龍來幫忙一下好了 我跟你講 這次我們來賓 請的是不同隻的 你知道為什麼要請這一隻嗎 因為我是四輪傳動的 不能轉兩隻腳的 一定要找四隻腳的 哎呀 一招脫了 太大隻了 我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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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龍親自幫你們示範 應該知道了 現在要把它擦乾 這就是剛剛講的 濕上乾上都很好上 上去 再強調一下 玻璃就不要噴到 它不適合玻璃 就是漆面而已 恐龍親自示範了 就是這樣上上去 這上去之後 等個三五分鐘 就把它擦乾 重點是濕上 乾上都可以 好上又好下 對 這個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應該都會 這給我女生女生 應該也很輕鬆的 還有一個重點 它不會上漆面 因為這個是噴露式的 沒有那種研磨器 像粗蠟有沒有研磨器 它一磨一磨 漆味也會飽 這個是不會的 你看 恐龍這麼認真 打招了 對啊 再強調一下 玻璃就是不要噴到 是我們一般的漆面就可以了 好現在到蝦皮P7 Home 恐龍官方網站 可以購買特優惠組 官方買一罐 棕里蠟 再任全洗車組 兩件 就會贈送特優惠組 裡面的東西 洗車部一個 發泡海綿兩組 我之前說好像粉撲這個 這個就可以上那些 這個有四個 還有贈送一個刷子 當然是這個 一定給你裝的 這一定要裝 這個特優惠組 只要599而已 599你知道嗎 只要去恐龍官方網站 選購就可以了 YA 我要去洗車了 喜歡的朋友 可以到蝦皮 或者是P7 Home 購買商品 讓你洗車 從此就會很簡單 你看 輕鬆細節的 光鮮亮麗的 讓你洗車 從今天開始 都變成輕鬆的 YA 喔 被他跑山啊 對啊 被他跑山啊 久久不開 一上來就是跑山 其實我覺得 在開這台車 其實我個人比較喜歡 就是用一般的模式在開 再來就是一個Sport Sport的話 就是會比較更快一點 或者是再來一個 就是Sport加 Sport加的話 它發板就自動就會開啟 Sport加之後 你看 避震器 它會變硬 如果你在市區開啊 你會覺得 真的不好開 為什麼 它跳檔位 很明顯 在蹲錯的感覺很大 它會這樣 就是讓你手排車 放的不太順 那種感覺 除非你要自己去打檔 不然就是要減速 手排模式才開得 真的蠻有感覺的 有沒有 它會這樣 噗噗噗 噗噗噗 有個活一活的聲音 對啊 這個是原廠 它就有跑牌了 不用特別去改 直播膠的話 它退檔它就會補 會補 剛比較快速 它就有點那種 排氣管會散炮那種感覺 POPOPO 不是很大聲的 我是覺得蠻爽的 我個人最喜歡的話 我是一般的模式 它會比較平順 比較好開 可能年紀大了 這個比較適合我 如果是比較平順的話 就開個閥門 我有聲音 第二就是會 你看這樣換檔會比較順 我們不會去跟人家說 嘎掐什麼之類的 你知道嗎 那就是進行 啊你抬下去 它是很平順的要衝出去 因為我們是次輪串動 所以在這個發電力 都是非常的夠用 你就會覺得它是在地上連住 它不會跑出去 你如果跟那種小車來跑山 當然它會比較吃虧 太重了 舉例好了 之前我們開過暴力 就是跟暴力要跑 當然是沒辦法跑得贏暴力 因為著距太長 車真的很重 過彎整個的距離就會很大 就整個會 好像虧頭馬推出去這樣 可是你另一台 C2260 它也是四轉的 因為它是四轉的沒錯 可是它就是一般的自然進氣 4.3的話它是3.0 6缸渦輪的 跑起來的 順暢度會更爽 6缸出來的力道 我就覺得 比一般的4缸還好一點 有些會覺得4缸會比較習慣 這個就是看個人的開流 因為6缸 我覺得出來排氣管的聲音會比較飽滿 它省油嗎 它在市區開我就覺得 就是像一般的車輛而已 會甚至再耗一點點 可是如果它偏高速公路比較多 因為它九速 九速的話它再拋起來 當然會比較省油一點 比如說110它有可能就2000多 不到3000轉 所以很省油 蠻夠用 以它的寫得還蠻準確的 當時為什麼會選4.3 因為我就是有一台賓士 就本來都是買賓士好了 對 其實說實在 我們公司真的沒收到 6缸的BMW 還是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就喜歡這種車 有些會覺得我這種車很醜 我也不能說什麼 因為每個人喜歡的東西 本來就不太一樣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你一直在挨說 有沒有4.3 有沒有4.3 對啊 我想買4.3 其實我想開開看的 原因是說公司應該有買過 比如說C200 C300 對 C300也是2.0而已 開起來那種感覺 還是右轉的比較好 聲音比較飽滿 我剛剛就講的聲音飽滿度 再來就是說如果比較起來 當然4.3這顆引擎 它算性能車的 算比較好照顧的一台車 當然不是說6.3不好 6.3對我來講 可能技術可能又太大了 一次跳到6.3 有可能我這樣一過彎 有沒有可能就出去了 4.3有個好處就是說 它要快可以快 有些說6.3也可以 可能我都快四輪傳動習慣了 我現在開4.3 我就是很容易 我就是會繼續再開 它比較好開 後驅車像你的車 如果再過彎 油門用力一踩 是會怎樣 對啊就會出去 有些人會開 因為我可能還沒有到 這一種的境界 所以這個就是好辦法賺用車 你要載家人載東西都OK 偶爾要熱血一下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一台車 所以我才會選擇這個4.3 可是那時候真的是 來的剛好是黑色的 我還在跟自己講說 我喜歡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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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開始看我覺得黑的 真的就沒那麼好顧 對不對 第二就是 那時候看到這女圈 我一開始看覺得不好看 可是看久了 洗久了 就好像有感情 就覺得也不會那麼的醜 覺得還蠻好看的 18年跟19年 最大的差別是差在哪裡 因為19年是有小改 小改之後 就會變成數位的儀表板 說實在數位儀表板 還差蠻多的 就是跟傳統的方向盤 都完全不一樣 這個就是它最大的差異性 那你這樣算是有衝動構成嗎 硬要說 人總是要衝動才會買 其實SPORT加 那我真的在路上跑 我開沒幾次 有一次我回到宜蘭 很晚了沒有車 我就故意這樣 空力燈這樣停下來 就這樣開 我是覺得還蠻爽的 我們不提倡飆車 只是說我在鄉下根源沒有車 我就稍微開一下 哇 過癮一下還不錯 它會 我很少會這樣開 那時候就夜深人靜 你們要自己自嗨 嗨一下就說 我覺得這個聲音就是 哇 還不錯啦 很好啊 我也買沒有這個換檔的 可以給我這樣玩 賓士引擎真的是 好 還不錯啦 我剛剛講過 我最喜歡都是開一般的模式 把門打開這樣 就是人家講的老屁孩這樣就好了 就覺得有一點屁屁的 這樣就可以了 我也不要把它改成那種 很誇張 每次回油都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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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有聽過那種 有沒有 通常都是 那種車比較多 舉例它會有 shortened車啊 你有本來有想要改什麼 後來達igkeiten到念頭 為省我會選4.33 其實選了4.33之後 就不用再改了 我常跟客人講的 你錢花在前面很多錢 你就不用再花很多款去改 假設我舉例買了C300 我是不是要改成4.33 第一錢包 改 後包 改什麼鬼的 一定要加上去 如果我嫁 我假設100萬 我有可能會改個二三十萬 就是把這個包啊 鋁圈啊什麼都換好 這也是一種樂趣 可是我後來發現真的 自己車真的沒什麼時間再改 我也有想過要不要改個氣壓避震啊 什麼之類的 我要低率嘛 就放低一點 要下低下室什麼之類 我可以撐高 就是比較不會去刮到底盤 像我這種車 如果萬一我加個狹疤 我跟你講我地下室都進不去了 因為它比較低了 如果像我地下室 我習慣都會把避震器把它弄硬一點 就是不會高低 去用到底盤 你這個還不能調高 對我這個是沒有 這個是軟硬可調而已 對電子避震器而已 它沒有辦法調漲高這樣有沒有 那個就是氣壓懸吊 就是變高變低這樣 這個是沒有的 試傳應該會比較耗油 可是我後來發現開一開 以這台來講真的算還好而已 沒有比白色還反而比較耗油 要一直踩它才會跑比較快 自然進氣就是你一定要踩下去 轉速上去 才會得到你想要的聲音跟動力 白色我也沒有改排氣管 因為我想說 為什麼不改排氣管的原因 就是改了會更好油 因為你會想聽這個聲音 你就會去踩 踩的話油耗就變多了 這種車款真的很棒 旅行車嘛 其實我們開始介紹旅行車 其實蠻多旅行車都跑出來了 可能看到我們這些人喜歡旅行車的人就出現了 其實以前的旅行車 車種真的很少可以挑 假設我要買CAMURU的花工 以前舊版有 現在沒有 雅各也沒住花工 花工的選擇就是很少嘛 反而你不覺得像Mobo很少就有了 你看賓士也有 BMW也有 反而是歐洲車 那你為什麼沒有想要買奧迪 奧迪對我來講 我覺得奧迪維修的東西會比較貴 可是近期我覺得奧迪的車 也是坐得越來越漂亮 好啊 我們去喝個咖啡聊是非 這句話聽過的人應該是 五六年級 七年級 七年級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對不對 你有聽過這個句話嗎 有啊 那你表示你夠老 我跟妳同年級 我小妳一點點而已 我坐這台車沒坐幾次 你也不能這樣講 野馬沒坐沒幾次啊 我開這一年你野馬都沒再開 泰山有個好處就是 他幫我們試車 試到問題壞掉 最少我們可以去修理 你也是蠻厲害的 為什麼蠻厲害 因為最少你都不用擔心 了解啊 你把它試完大家都不用擔心 所以我覺得你是好人 發意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耶 大家好我是柯P 你看這是我的車 持有大概一年多了 好快喔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現在被剛買了 這樣一換年已經一年出頭了 我開一下就是一年 我使用到現在的心得 其實我是覺得 我沒有花到什麼錢 有些會說 雙衣很難養 就還好咧 剛買來我隔一兩天 我就送去保養 我直接跟修理講說 該換的都換的 該用的 回來 我看到光當我嚇一跳 不是很多 也不是很少 正常了 六七千塊左右吧 就這樣而已 在我手頭已經兩次保養了 第二次也差不多是這樣 他原本就 這個車頭就有改了 直撲式的 我剛剛就有講過 這個女圈我就覺得 一開始看我覺得很醜 可是看久了就順眼了 這裡是多一片 這裡是正常的 這裡多一片 這裡多一片就會寫AMG 不好看 可是看久了 東西都這樣 看久了就順眼了 自己的小孩最可愛 看久了也都覺得OK 然後這個是 你也知道 市場就是有背AMG AMG的卡錢 前車我都有包摩 前車都有包摩 對 到現在來這邊還沒換過 因為我才開七千而已 沒有換過什麼 前面的輪胎 有換過 這個原本就是電尾門 這原本沒有給我 這我就伸出來了 對 花了幾千塊 又把它弄出來了 還沒套鬼 還沒套鬼 我上次不是差一點買頗小 超過多少我就買 有沒有 30萬然後20萬我忘記了 反正就沒通過 我都準備好了沒有 這隻沒有害 好啊 我印象很深刻 我第一次買這台車 很開心就出去了 哇出去去哪里 老些晚了有沒有 竟然下雨 這是我的 我跟他的第一次 出去下雨 第一把掃 有兩把 一把不知道被丟去哪里了 對兩把 他這個設計數 我就覺得還蠻不錯的 正常關下來是這樣 好啊如果你是這樣喔 你看 他關下來 好順便講一下齁 那個 AMG是黑色的 AMG 這算的是黑色 MARK是黑色 這真的黑色 沒有後面這車牌是白的而已 講到車牌 車牌滿有趣的 我是選的勒 沒有 我愛69勒 哦 因為 太喘69勒 不是喔 有沒有 不要打開就升上來了 哈 好處就是打開 我現在拿東西才能到嘛 這樣比較好拿 可以看到後面 他這邊就是一個 一個置物空間 非常的 乾淨 我也沒有放什麼 原本就是有一個 這個網子 你看 我又去公司幹了一個來先放 這個就是 原本它就有這個電池 我就沒有去動了 延長就是 釋出了排氣管 那時候買來沒多久 好像稍微放一下 它就會跳出12V的電池比較弱 後來就是 我們這樣包模的時候 當下就沒電了 就把它換掉了 電池是不是也蠻貴的 電池將近一萬塊左右吧 本錢啦 自己換的 自己換的就是鋼鐵 花最多就是 有錢而已 沒有想像中的 那麼的 引擎有沒有 沒有什麼 很像肉油啊什麼之類的 我打開讓你們看一下 其實回來 其實引擎我都沒有去 什麼是鞋啊什麼 沒有就是 它給我講我就保持這樣 因此是新的 不用花很多精力去照顧它 路上跑起來 就是很順暢 油門踩下去 動力就馬上出來了 重點是睡進來 因為它是3.0的 這很奇怪喔 發動洗車它就有這個 水氣 就會出來了 莫名是要對我水氣 這是正常的 開一開就不見了 發動一下 這個應該知道 這個買來好像 沒多久 我就先把這個就重弄了 這個是 我有稍微 請它幫我弄一下 跟內裝同色這樣 我這一台是駝色的內裝 一開始啊 我猛一看的時候覺得 不好看 為什麼不黑色的就好 因為黑色的是最不會中槍 後來發現駝色 看久了 還滿不錯的 不會你這個駝色是比較深的 我比較喜歡這一種 因為你在淺就變米色 對 後來發現賽車椅 聽說賽車椅很貴 後來才看一下 真的 AMG的賽車椅 一支可能就十幾萬了 有些一八年底的話 就有小改款 小改款就跟這一台一樣 從七速變成九速的變速箱 差異性最大可能就是儀錶板 數位的儀錶板 我這台是有儀錶板 有苀錶板 有苀錶板 有二三匹就有跟車 對啊 這有卡普類的 原廠就卡普類的 我還很弱你知道嗎 我就問那個車主說 請問一下你是改的嗎 他說沒有原廠的 好啊這有前傾大電窗 你看喔 它是雙開的喔 後開前開 窗點是這樣收 它把它收到中間這個柱子裡面 它玻璃也是可以開的 哇 有沒有 有沒有 通常都有啦 旅行車通常都有 可是有些還是選到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 啊電動方向盤 這是很基本的配備啦 應該都有了 啊台顯 它有個好處就是說 它的儀錶板就是可以更換 它這個就是有 可以換儀錶板 抬頭顯示器的樣式都可以換 啊這個就是我們的螢幕的風格 點進去 它有第一個就是光眼 我個人比較喜歡用運動 兩個方式這樣 古典的話 傳統的藍色 這邊點進去 它可以滑 有沒有 可以看一些資訊 這個是距離 看你在開的時候就有 就是傳統的轉速表 啊我通常都是會把它轉成 那個太壓 因為太壓比較重要 假設我用多面體 中間就會跑出多面體連結 或者是說你要 用跟車的話 輔助 它就會跑出那個車子的距離 就會跑出來了 喔 其實很多功能我都還沒用 真的還沒用就 就開了一點了 這個比較簡單來講 像燈光啊 燈光的話 氣氛燈 那個氣氛燈的話 它是有64色可以挑 64色我們你看 模式啊 啊這個你看 我覺得它的功能多到 我都不曉得要怎麼去看 它可以看到一些引擎的資訊啊 你看這個轉 哇 哇 對不對 油門套板 我踩多少 啊煞車你看 2% 我輕輕的 如果動一點它就會有沒有 蛤 蛤 蛤 那時候突然發現 我原來有這麼多功能 可是我真的蠻多功能 我都沒有去用到它 所以我是覺得這台車跟著我 好像有點 哎呀 它是一隻好馬 可是我不是關公 你知道嗎 沒辦法駕馭它 因為我真的是少開啦 我是 對它也很好了 我都把它放在 我們室內 對啊 不要去淋到雨 工人太多了 我最常用的可能就是這個啦 閥門 開閥門而已 這個會關掉 帶出去會關掉 這次音樂 那個大小生活 我這邊就可以操作了 對啊 它後車槍可以在這邊開 這應該不用講 大家應該知道嘛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打開了 你要賣嗎 我要賣嗎 這個問得好啦 我是覺得這樣啦 如果一個真的愛他的人 可以喜歡他 可以照顧他 我是可以 把我這台車讓給他 我是覺得OK 這樣好像我要嫁女兒 當然是要找一個好的女婿 如果你真的愛這台車 如果你覺得這個車 對你來講 你很需要 就像當時我一樣 那種熱血 我想買 當然OK 它這個有波鈴之一 它會旋轉 有沒有看到 哇 發動到 撿出來 還蠻帥的 帥 跟車啊 如果我在鄉下都要關掉 被他嚇到好幾次 被他嚇到好幾次 不是跟車是偏移 因為你知道 我鄉下是 一個S型的 我們都會 沒車我們都會開直直的 它會以為你已經偏掉 它看到線 它會整台車會很用力幫你拉回來 它會把整台車 整台車把你拉回來 當然是你打方向燈就不會 沒打方向燈就不會 沒打方向燈就把你拉 我就被他嚇到 所以我回到 回到的時候就是把這個關掉就好了 其他的工人就是 有啦我把這個換掉而已 其他的我好像沒有特別的去用它 我記得我買的時候就六萬五千多了 我們買來也是很照顧它 後來發現一直放著也是浪費它 但是找到一個如果真的有需要的人 到時候去粉專看一下 我到時候就 你確定啊 怎麼那麼突然 所以這支是什麼 觀香影片的嗎 對 埋伏在裡面 你要看完才知道 沒有看完你就不會講 我也不要講 直接去看 我買大概車到現在 但是車價是最高的 其他的花的 我就覺得都是算消耗品而已 像輪胎消耗品 這個也是消耗品 我覺得個人都是一些消耗品這樣 當然機油保養那些 都很正常 也不用花到很多的錢去照顧它 反而我白色的花更多錢去照顧 因為它比較老 它也包沒有很多啊 12萬多而已啊 我買的時候10萬 但是現在已經 我後來發現開了四五年了 我開兩萬 那一台車 是一開始的打算 我想說我開兩三年就想賣了 後來你看 為什麼不賣 因為其實賣了 我要賣多少 我當時 我忘記買多少 假設我買30萬 我現在賣30萬 你會覺得說 你開這幾年都沒有虧到錢 有 虧多了 修理的錢都不見了 所以它是覺得 擺著留著好了 反正擺著就可以繼續開 所以那時候 我為什麼會突然想說想賣的原因 就是有一天我在開這開一開 兩台開的都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車型差不多 都是旅行車 兩台又賓士 我不會一次開兩台 乾脆把擺的留下來 黑色賣掉 我去換一台 首台的小車就好了 不管是新車或老車 最好是後驅的 我可以練習衰微啊 以後就可以跳到六三了 有些會覺得 柯P怎麼會降級 沒有 其實我是為了升級而準備 對 所以這台要跟大家說拜拜 沒那麼快 趕快沒料了 我可以繼續開 里程數一樣會慢慢增加 可是我就覺得不會太快 感謝啦 可是我還是真的捨不得 擁有一年了 感情也是慢慢的升溫 比如說有些東西也是自己做的這樣 它出去 從來沒辦法撈開 撈開就覺得 在家人出去 出去 很有面子耶 過年我在洗車 以前我都看我孫子 那個孫女婿有沒有 來都開好車 有時候我在那邊洗車 阿姑姑你那個車好棒喔 欸不浪費 對不對 我們不是說我們開好車是炫耀 不是說人家就會覺得 你這一台車很漂亮 好啦 去喝個咖啡看一下它 好啦 世伯格 出門在外只有聖帕斯 Albic 全球領先的鋁美合金 複合材料車輪製造商 好 別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